我印象最深刻是有一次我跟我姐 就是吵了一架之後 她也沒說什麼 我就想說這個架應該是我贏 反正打最後一下的人那個永遠是贏的 然後說最後一句的那個是贏的 所以我就很開心覺得自己贏了 結果隔天早上起床要上學的時候 我要拿我的運動服 我就發現我的運動服在洗衣機裡面 她重新把它丟進去洗 所以我那天去上學的時候 我就穿全濕的運動服跟運動褲去上學 我覺得獅子有一個好處 長相擺在那裡 不會的看起來也會 沒錯 我小時候很常上課的時候 看著老師的臉的時候 是有點微發呆的狀態 在想說等一下放學之後 要去哪裡買零食 但老師每次都會以為 我在上課的時候很認真聽她說話 對就只是因為 看起來好像很認真 但其實我們在想一些食物優勢 所以獅子同學 我們的長相已經贏了 前陣子她很瘋牌球嘛 我就說我要打 我以為她在為什麼戲 她有先問我 她說妳是要拍戲嗎 為什麼要打得這麼勤勞 她有一個影片是 她在那邊接一整排人 就是殺的球 扣殺扣殺 然後她就全部接 我就說妳在 妳在準備 妳在要準備 妳什麼東西嗎 對然後她又說沒有 我就喜歡打 我以為只是想 老師想要來打 大家約運動中心 現在打排球 不都是大灘排球嗎 不是 妳們是有認真場地的排球 他們很可怕 我在場邊想說 先開始 我先走了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唐啟洋談心事 我們現在已經到八月底了 八月很快又過去了 太陽已經進觸你了 而水星也退回到了獅子座 一定很容易回想起 往日情懷 可以回憶一下美好的往事 比如說 翻翻以前的老照片 或是把以前很棒的 好衣服 好單品拿出來再用一用 我相信妳一定有很多 乘風的時尚單品 重點是 千萬不要忘東忘西 因為這段時間 真的很容易折返跑 以及表達失誤 妳可能是 不是那個意思 但是別人可能聽錯 或妳講成那個意思 這個都是要特別當心的地方 火星跟木星有這個合相 也很 還在喔 還在喔 所以 吞火的機率也還蠻高的 大家都要特別當心 那太陽在處女呢 倒是會幫助我們做幾件事 第一個 妳會特別想打掃 第二個 妳很可能看到什麼 都會看到小細節 那也很好 第三個呢 小人物要出頭天了 如果你平常覺得自己是不起眼的 但是妳默默耕耘 最近妳就會發現 大家都看到妳的耕耘 這是不是很棒的事情呢 好 那在這個星象之下呢 我們今天也要來會面老朋友 因為水逆期間就是老朋友 這兩回都上過我節目 巨蟹座的大沛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аю大沛 對還有 還有 還有 水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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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 我高跟鞋掉下去了 妳是哪有的 妳對我二狼腿 還有 天蟹座的溫真凌 哈囉大家好 我是溫真凌 我好像有兩年沒有看到妳 有一點 有一點久了 妳在幹嘛 我在 自己的生活裡面 就是默默的耕耘 那但是你們兩位 這一次有端出一個新作品 是的 叫做妳是我的姐妹 這是在打歌嗎 妳是我的姐妹 後面就會想要唱 妳不能唱也有版權 但是這個名字講出來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 那個旋律都出來 我覺得姐妹這個東西 怎麼說呢 我最近感觸特別多 因為我們現在是 火星跟木星合在雙子 所以雙子議題特別的被放大 那什麼是雙子呢 就是同學之間 兄弟姐妹之間 所以如果兄弟不合 那個不合也會被放大 不同 那個不同也會被放大 也會被放大 所以你們兩個 在戲裡面是姐妹 對 然後你們很不同 非常不同 那妳就丟席啊 妳們這戲一定會重啊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乾一杯乾一杯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火木雙子 時間點不錯 時間點是對的 那搭配妳在裡面就是演姐姐 對我演一顆 演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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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一顆星星 演一顆 演一顆 要演你星星 演五顆星星 對我五顆星星 光光忙很多 然後就是一個大家 典型所認為的 人生勝利組 對聰明 人員好 工作能力 人員好 然後關係很不錯這樣子 所以相較於跟妹妹放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很明顯有一個差異 落差 妹妹的壓力一定很大 妹妹就是3.5顆星 然後總是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然後永遠都會被說 妳應該要像姐姐一樣啊 妳應該要做得跟姐姐一樣好的一個 調皮鬼的角色 這個戲是喜劇啦 我剛剛有看到這個照片 是喜劇 用一種輕鬆的氛圍來呈現 但是現實生活當中 如果有這樣的姐姐 我不知道耶 你們會怎樣 其實我家就是這樣 妳是老幾 我是老二 我是小的 然後我有一個姐姐 姐姐就是優秀 功課啊 生活啊 規律這些 一切的 都不用擔心 那妳會恨她嗎 我不會到恨她 我就會反而把東西都給她做 就是 吃碗給她吃 洗碗 我是一個賴皮鬼 就有點像她劇裡面的那個 傻嬌賴皮的角色 我也是姐姐 然後我是老二 妳也是老二 我知道我跟我姐比較恐怖 因為是我們兩個都天蠍座 所以會比較你知道 做一些事情會記仇啦 我印象最深刻是有一次我跟我姐 就是吵了一架之後 她也沒說什麼 我就想說這個架應該是我贏 反正打最後一下的人 那個永遠是贏的嘛 然後說最後一句的那是贏的嘛 所以我就很開心 覺得我自己贏了 結果隔天早上起床 要上學的時候 我要拿我的運動服 我就發現我的運動服在洗衣機裡面 她重新把它丟進去洗 所以我那天去上學的時候 我就穿全濕的運動服跟運動褲 去上學 對 老實說當老大 是得到比較多的資源跟關愛是沒有錯的 因為一開始先 對 妳是第一個生出來的話 所以大家也比較稀罕嘛 哎呀好可愛喔 第二個就普通 這樣 妳已經習以為強了 習慣家裡有小孩 別個才可愛吧 別個也隨便養 老大照素養 老大隨便養 是嗎 妳叫尤寶倩 是 妳叫尤未來 是 我就想尤未來這名字好怪喔 後來剛剛甄莉說 她叫尤未來 對就是希望這個角色 應該爸爸媽媽取名的時候 希望她有未來啦 就是她可以 一出生就覺得沒未來才會去尤未來 可是一出生就爆炸頭 那我們在看預告的時候 我們就要用美食來招待兩位 他們2014年開了一家 她在重慶南路三段五號 在南門市場附近關底那邊 然後2014年開了第一家店之後 2019年五年後 又在貓空開第二家店 歡迎大家到貓空店去做一做 指南路三段四十項八至五號 那我前面這個就是 小山圓抹茶千層 很好吃 很好吃對不對 那甄莉妳那個呢 是培茶無花果千層 然後搭配前面那個是 綿綿芋頭千層 綿綿芋頭 是奶蛋素 好 那達克瓦茲有四款 有開心果酸櫻桃口味 他們兩個剛剛一開始就盯上了達克瓦茲 好想吃 對 還有可可抹茶 還有蘭姆葡萄 還有紅烏龍無花果乾口味 然後我前面這個是 她方總會三明治 那你們兩位前面 妳那個是蛋蛋麵 它是家常麵條 然後有各種口味 妳是香草野菇 義式番茄冷麵純素的 好味 所以素食也可以吃喔 我們來看一下 妳是我的姐妹的預告片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我們覺得妳們的 因為想吃一點預告片太短了 那我們吃一看一遍 沒有 老師我好奇 妳覺得妳以這樣子的預告上看來 妳覺得我們兩個在劇中橫什麼星座 我其實覺得這個姐姐應該是以為這樣可以鼓勵到她的妹妹 所以應該蠻有霸氣的 我覺得應該是火象星座 對 牡羊獅 牡羊獅子或射手 呃 非常有可能射手 妳生活當中有呈現 就找到這樣的原型嗎 妳的經紀人 射手姐姐 喔真的嗎 對 她嚴厲起來的時候其實很嚴厲 可是平常百分之八十的時間都是非常的 nice 對然後很大家關係是很緊的 可是如果是講工作的時候 她那個樣子就會出來 powerful 就會讓我認識 喔原來射手女她有power的時候 其實是這麼有力量 有一點恨鐵不成鋼 然後講話又很直 我很抱歉 我剛剛講說哇姐姐好嚴厲喔 因為 嗯 妳這樣讓我很丟臉 這句話很重耶 對妹妹來說 沒有沒有也是蠻很 欸那妳作為老二 妳姐姐有這樣講過話嗎 我姐沒有 我姐是非常溫和 反正是被我欺負的那個角色 那可是還好我感覺到戲裡面 有未來 曾琳演的這個角色 嗯 看起來好像神經也蠻大的 對好像就是蠻容易忘記的 剛剛被罵了之後 吃完一頓飯就會覺得 哈哈剛剛發生什麼事啦 還好 妳身邊有這樣的人嗎 我本人就偏少跟金啦 我蠻容易忘記事情的 比如說拍戲好了 有時候演完情緒非常重的戲 結束就會突然覺得 欸 空掉之後就會 發呆一下就突然忘記了剛剛的情緒 就比較容易 回到比較安靜的狀態 那妳跟你姐姐之間 如果有人 她敢這樣對妳講話 妳會怎樣 但我姐姐真的不會耶 不會喔 反倒是我或是我姐姐 誰被欺負的時候 我們對抗外面的人的時候 是很兇的 嗯 我從沒有辦法接受對方被欺負 沒錯沒錯 但彼此蠻常欺負對方的 兄弟姊妹就是這個樣子 我可以欺負我的人 外面不准動 對 沒有人可以碰 沒錯沒錯 那戲裡面還有幾位男主 男角跟你們搭配 嗯 妳是跟誰搭到 宣睿 宣睿 她在裡面是不是演一個 機車鬼啊 對 毒蛇型的機車鬼 可是應該是對妳有好感 因為妳看起來就是天天啊 嗯 必須要毒蛇 才有辦法被記得吧 妳看 妳講得很對 所以姐姐也只好毒蛇 啊 雖然也是 對 因為有未來 看起來就是一個 沒有在記得的人 嗯 喔對了 我們的飲料 不好意思 妳是鐵觀音珍珠奶茶 芒果乾佛手麗茶是我的 這個很熱的 那妳那個 它是貓空的包種茶 跟有杜松子香氣的勤酒 喔 它有勤酒在裡面 對 做個酒的基底 然後加上通靈水 所以夏天 有有有 來來來 妳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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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玩笑的 妳說 我們等一下可以把它打包種 可以 妳那個人生3.5顆星 請問這個幾顆星是怎麼計算的啊 3.5應該就是 總是平平吧 就是如果以100分的話 大概落在65 65分 嗯 65分 那妳現實生活是 妳24歲就創下了最年輕的 金鐘迷你去事後的紀錄 妳應該個性不是這種 平平就好的人生對不對 那我其實真的很多時候 是算沒有太想太多的人 好像比較不會特別去想說 有幾顆星或是要達到什麼什麼程度 所以我覺得妳們兩個好像在演 跟我們印象當中跟妳們不一樣的角色 其實搭配也是屬於 最近很串起的很厲害的一個 別這麼說 主持演戲 通通都是在風口浪尖上 努力裝努力裝 努力裝 一直在努力 那演這個角色感覺如何 如果妳說就演員角度的話 我覺得每一次挑戰新的 新的樣貌的任何角色 其實都是滿很爽的事情 很過癮的事情 對 很開心 這是演員的開心之處 對 妳可以過著不一樣的人生 對 我們再說一次 在八大嘛對不對 然後還有呢 還有哪些平台 時間呢 9月7號 9月7號的星期六 晚上8點 在八大戲劇台播出 嗯 然後 同一天晚上 晚一個小時 中華電信的MOD 然後哈密Video 在戲劇館Plus 也可以看得到 這好像真的不是很管用 沒有我覺得很厲害 那既然這個姐妹兩個人 都在廣告公司 感覺上是一個 競爭很激烈的職場 那我們就要來做一個 網路數據調查 妳如果求職 妳很容易受青睞嗎 人力銀行 針對企業有決策能力的 這些資深高管 進行網路調查 跟電訪抽樣 就是說 他們去找那些 專門在audition人 在應徵人的主管們 然後問他 那哪一些人 是特別容易得到青睞 三成的企業 對於求職者的星座 是有偏好的 他們的確覺得 這幾個星座 我看了就順眼 妳有上訪嗎 好 我們來看看最受主管 青睞的星座排行 你們覺得哪些星座 應該滿受青睞 猜一下 我會首先想到摩羯 跟摩羯 就是持續性很高很穩 並且會很長時間用耐力 把事情做完的一個星座 就我身邊認識的摩羯座 在工作上都非常受到青睞 那摩羯座 男跟摩羯女又差很多耶 我比較多摩羯女朋友 男女朋友 我身邊的摩羯女都很辛苦 然後很任分這樣子 很拼命 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他們這樣 所以主管會很喜歡 所以他有上忙嗎 因為我也認同是摩羯 是摩羯座 可是摩羯看起來很嚴肅 認真的去面試的時候 不見得很討喜 是面試說青睞 不是員工了 面試 面試 摩羯有一點覺得 他實事求是嘛 不夠自信 對不會的他就直接說 不是很熟 我還蠻普通 其實他很優秀 他覺得他自己很普通 那我猜剛剛有講到的射手 我剛剛有想射手 那我先猜獅子好了 我猜獅子 你猜獅子 你猜射手 都是火耶 因為就覺得 因為是面試受信賴嘛 火象很容易在面試 這種第一時間的時候 感覺給別人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 對啊 信心滿滿 我會 我可以 我知道 我都可以 而且又很能聊 我們三個的 巨蟹跟巨蟹 你們覺得呢 巨蟹 巨蟹有時候也是太 有點太客氣 但是巨蟹就是好師傅的形象 會不會喜歡嗎 我覺得可能要看面試什麼工作 要看什麼工作 對 如果是什麼保姆啊 我覺得如果廚師 巨蟹做也非常容易上榜 對 照顧我們的 是照顧別人 服務業可能 助理啊秘書都不錯 嗯 我們電訪了一千兩百多位主管之後 我們得到的以下結論到底是哪些星座呢 第三名 獅子座 猜對了 火象星座 可能看起來就蠻降宅的 看起來很有名 我們兩個上身獅子 有一點加分 我跟他上身獅子 你上身水瓶 我有一個獅子 我是月亮獅子 好 這怎麼樣 月亮獅子 遇強遇強 對 遇強遇強 非常非常明顯 所以對手很強很重要 對 或者是壓力大 反而會表現得很好 我覺得獅子有一個好處 長相擺在那裡 不會的看起來也會 沒錯 我小時候很常上課的時候 看著老師的臉的時候 是有點微發呆的狀態 在想說等一下放學之後 要去哪裡買零食 但老師每次會以為 我在上課的時候 很認真聽他說話 對 就只是 因為看起來好像很認真 但其實我們在想一些食物 很優勢耶 獅子同學 我們的長相已經贏了 好不好 已經贏了 恭喜獅子座 恭喜恭喜 你就是職場贏家 別人都不會想像 你是不會的 我們一開始就讓人家覺得 我們什麼都會 好 第二名 天秤座 天秤座 那怎麼忘了天秤座 對我剛剛也是想說 誰都忘記 天秤座 天生人緣好 對 而且我從小聽到一個說法 就是天秤座 因為是明星星座 所以大部分都長得還不錯 是真的有這個說法嗎 我覺得那個不錯是屬於 不見得真的很美 不見得或很帥 不是 可是它看起來就是很 有一種很迷人的氣質 人緣 舒服 協調 好 五官比例剛剛好 那種感覺 或身上散發出一種和平的氣質 那掩蓋了他們其實 非常有個性的真相 其實天秤座 非常有個性 但是 因為它外表很討喜 看起來很舒服 就很容易得到青睞 你是外表取勝 我試著做也是外表取勝 不一樣 長不一樣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 希望你是以實力取勝 母羊座 喔 我懂了 其實我覺得 每一個母羊座 看起來都很知道自己要什麼 但實際呢 實際在說 但是你看看起來 怎麼可能中間在面試 因為他們幾乎說了 就會很快去做了 就他們真的是行動力最快的 對 就是 一講完就已經衝了 等一下要不要吃拉麵 然後打電話定了 就是他們是行動派的 是的 所以我覺得當主管 應該蠻喜歡有這樣的員工 所以母羊是第一名喔 很受主管青睞的星座 結果在這個節目之後 每一次去面試的人就會說 我是母羊座 誰要看那個唐老師 不是那個電視 我是母羊座 就講到我 你保歉上身 對啊 你也聽到吧 你也聽到了 我是姓兒 那我就對了 那既然如此喔 因為你們兩個 在戲裡面都是廣告公司的人 你是廣告公司主管 對 你是廣告公司菜鳥 雖然是不同公司 可是為什麼一樣要進廣告 我覺得 嗯 戲裡面有未來的心態應該是 他就是想要向姐姐看齊 然後證明他是有辦法贏過他的 所以才想要做跟他一樣的工作 因為同性子才有辦法 有未來看起來沒有這個企圖心吧 他是有這樣想啊 可是默默的 只是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件事 潛意識會有這種情況 嗯 我懂我懂 比如說姐姐學音樂 我也要 因為我小時候學鋼琴就這樣 就姐姐學我也要學 然後學不好 就很挫折 這個部分是有點活在做 一定會 所以如果會產生這樣子的 意圖的妹妹應該 其實默默的很想跟姐姐看齊 很想得到姐姐的待遇 想要證明給姐姐看說 其實我也可以做得跟你一樣好 只是因為每個人 我覺得每個人個性不一樣 每個人可以做到的事情不一樣 所以在飾演有未來的過程 其實跟著他一起 在追求一個很完美的 姐姐的狀態的時候 也會發現 其實做自己這件事情很重要 不管對有未來 或是對姐姐來說都是 嗯 那請問一下這個姐姐在戲裡面 後來的下場 下場啊 下場真的滿 滿慘 你看你看 有喔 有喔 因為剛剛其實預告也有 稍微埋了伏筆 就是真正 好像永遠很強勢的那個人 其實內心他有一個很脆弱的地方 所以到後面姐姐 對姐姐開始要 破自己的兵了 然後要放鬆了 去可能追求自己真的 內心想要 而不是別人的期待 對 也許 反過來你就會知道 你身邊這種 非常強悍的人 也許不是你以為的那樣 對 對 你也沒有必要太受傷 沒錯 他可能也要秀秀 我只是覺得這種人 他很需要秀秀 可是我們真的秀不下去 真的 要秀的時候就 秀 秀 這種人其實也在阻隔我們 對他的安慰 跟對他的好意 吃虧的是他自己 的確 那如果這兩個角色讓你們自己選 想要當有寶兒還是想要當有未來 一個是很堅 然後好像很受 很受大家吹捧 可是自己有自己的壓力 一個是其實蠻樂天 人緣其實也蠻好的 只是說一直比不上姐姐 看起來有點小可憐 可是反而你不覺得你是自由的嗎 嗯 對不對 有了一個姐姐頂住了所有壓力之後 這所有事情姐姐扛了 是其實你反過來想 有未來 反而他可以放鬆的 當一個傻 傻呼呼的女孩 是一個幸運 我想當有未來 因為我並不會被姐姐影響 就是那是你的優秀 可不是我的優秀 嗯 我覺得以前會想當有抱歉耶 但我現在也會選有未來 因為覺得比較自由 比較 對 比較可以做所有自己想做的事 然後簡單來說 就像剛剛預告說的那樣 不用活在別人的期待 而且姐姐保歉應該是非常有偶包 那個偶包會把自己綁住 沒錯 你也要選有未來嗎 我覺得我以前是有未來 長大後在家裡的角色會變有保歉 所以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我要做有未來 不當個賴皮鬼 你現在已經不得不扛起很多責任 對其實 那姐姐呢 姐姐她的角色就不一樣 她又比較像家裡的康樂部長 真的反過來了耶 真的反過來了 為什麼 她長大後就是找徐志波 然後 因為她也結婚了嘛什麼的 其實有一種階段性任務完成了 然後家裡也滿開心的 其實我覺得兄弟姐妹有一種 互相補位 對沒錯 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當你堅強起來 扛起責任 她就會覺得 我可以放下了 我可以在旁邊懶散 所以你就覺得你們兩個交換 我覺得往往是如此 我也聽過有那種兄弟姐妹是 譬如說一家人其實都很想往外發展 但是哥哥跑了 姐姐跑了 那個妹妹就覺得我得待在家裡 然後總有一天 他們如果回來 我就可以往外跑 就是沒有商量 但是互相 總要有人互加 就忽然間大家會分配任務 很有趣 好 那我們也要來做一個心理測驗 來測一測 我們能成為人生勝利組嗎 雖然我們三個人現場都不想 以下這張圖片 我們來測出 你有沒有人生勝利組的潛力呢 你覺得它像什麼 一 它是個水晶吊燈嗎 二 它是一顆鑽石嗎 三 它是一艘船嗎 四 它是一碗爆冰嗎 你覺得它最像什麼呢 請直覺 我選冰 你選鑽石 好的 我選剉冰 我也是 我也是選剉冰 我覺得它真的很像剉冰 我們真的很喜歡吃耶 對 對 敬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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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吃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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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吊燈有沒有人選呢 如果有人選的話 你選擇吊燈 人生勝利組的機率 五十 秘訣在於 你一定要養成好習慣 比如說理財的好概念 環境整潔的好概念 閱讀習慣等等 這些都是加分嘛 選擇二 那個鑽石 那就是真靈囉 你的人生勝利組的機率 九十 謝謝 謝謝 你如果想要獲得成功 最關鍵在於 要提升自信喔 謙虛是一種禮節 但過度謙虛 會讓人覺得矯枉過正 或者是就把你看扁了 當你相信自己的能力 身邊的人也會相信你 好 所以鑽石成功率很高 搭配我們兩個 好第三 不是一百 不是一百 九十都被搶走了 第三 我們現場沒有人選 這是一艘船 那麼 你的成功機率 三十 你的秘訣在於 要有實際行動 你不能只是空翔喔 就是我跟大沛的 兵 你跟我們一樣 要選擇爆兵嗎 七十還可以 七十 我們只輸真靈一點點 好 我們成功的秘訣在於 保持好心情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你巨蟹 我月亮巨蟹 我真的覺得心情會影響我們的表現 曹老師你真的很 你水水耶 我年輕的時候 非常容易被情緒困擾 我現在已經懂得切割了 就是在意該在意的 這個人他該我在意嗎 不該 我就把它處理掉 不看不聽不理 所以我跟大沛 保持好心情 我們就能成功了 YES 跟我們一樣選到爆兵的話 所以一定要 第一不要自爆刺激 第二 學會正面思考 然後過去的所有失敗 都是一個經驗跟教訓 那也能夠讓我們 越來越懂 就是怎麼面對挫折 因為我們很容易想像挫折 是不是 會 沒那麼嚴重 但我們把它想得有點嚴重 那這一點只要你能夠去掉 你離成功就不遠了 不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你看你選擇鑽石是最堅硬的 我們兩個選的爆兵是 燈一燥就融化的 你看 好脆弱喔 就保持好心情 吃甜點就好心情啊 都吃甜點 都吃甜點 好 生活在他方 是以甜點為名 歡迎大家來取用 很厲害 真的很好吃 那你們兩個 私底下也都是屬於運動派的 對不對 照顫下海啊 你那個 水下 對 那個節目實在太經典 可是我難以想像 那個時候你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變巧克力挺苦 對啊 時間 健康 離家 離家這件事情其實 我覺得新的苦是 是更 對 我會很想念 在陸地上的那些好朋友 對啊 然後你呢 你知道我們有多巧嗎 我們剛拍完殺青 我就安排 就是姐妹殺青的時候 我就安排了一趟去綠島 我就自己個人想去放鬆潛水 好棒喔 然後 我在綠島遇到她 她在那邊工作拍戲 對 我也在拍跟潛水有關的 一個香港的戲 然後誇張是我們還做同一班班機回來 沒錯 這是什麼奇怪 好有緣分喔 不可思議的 你們沒有事先討論 完全不知道 然後前陣子她很瘋排球嘛 我就說我要打 我以為她在為什麼戲 就是她有先問我 她說妳是要拍戲嗎 為什麼要打得這麼輕 因為她有一個影片是 她在那邊接一整排人 就是殺了球 扣殺 然後她就全部接 然後她就說 妳在準備 妳在要準備 感覺什麼東西嗎 對 然後她又說沒有 我就喜歡打 我以為只是想 老師想要來打 大家約運動中心 現在打排球 不都殺看排球嗎 不是 你們是有認真場地的排球 哇她們很可怕 我在場邊想說 先開始 我先走了 沒有 可是後來 還是被她們推上場 就認真地打球 真的好玩 對所以其實她 她的生活是滿精彩的 欸那妳妳是演員嘛 妳有考慮要往別的方向跨界嗎 比如說也許有人找妳出唱片 先笑出來 笑出來 音準的部分還是真的是沒辦法 唱歌的部分還是交給姐姐 所以妳就專心做演員 我跟妳講我是真的分不出來音準 妳拿過主持人獎欸 欸欸欸 真的喔 她實境 對 對 實境節目 實境節目 對 是因為貴妹姊很照顧大家 很厲害 對對對 也是一個小毛頭在旁邊 對 既然拿獎了 有沒有想要往主持方向發展 我覺得 因為我們是實境 然後我覺得主持這件事情 其實我每次看其他 大家做這件事 我覺得是非常不容易 跟非常困難 然後我是一個很容易很跳的人 就是比如說 講話講一講就會突然想說 原來這個是綠色的欸 好可愛喔 就我是很容易被帶走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是認真要主持一個節目 我不認為我是適合的 對 主持要拉線 所以妳還是比較適合實境 或演戲 如果要做的話 那搭配的話 又有戲劇 又有主持 又有唱歌 妳的路線就真的很晚 好玩啊 那所以對妳來說 這三個是並行的 還是說妳已經開始分出哪一個是主場 還是會有先後順序 像其實最喜歡 就等於最做自己嘛 最沒有壓力 然後最有成就感 是主持 其實唱歌 唱歌寫歌 其實就是把這些所有的東西 經驗跟生活融在一起 妳就會變成我的詞曲創作 那真的要以工作角度的話 就會比較後面 但是主持跟演戲 其實我真的都非常喜歡 都非常喜歡 對啊 好我們接下來有個星座排行榜 手足就是寶 這幾個星座都是屬於兄弟姐妹之間 感情抱好的星座 你們猜是誰 我一定先猜巨蟹 我也猜巨蟹 我還猜雙子 我猜 等一下 水瓶 水瓶兄弟姐妹的感情好 好像是喔 水瓶座的朋友好像也都是 我的感覺啦 水瓶雙手足 我的感覺是水瓶會有一點距離 會保持距離 但是會照顧她的兄弟姐妹 這個也算是兄弟姐妹 想再加天秤 天秤 可是天秤應該在外面穿吧 天秤不穿完嘛 對啊 真的嗎 好這是我們猜的啦 好 可是妳身邊有天秤 對兄弟姐妹的嗎 我是月天秤 所以我就會覺得 我是蠻喜歡跟姐姐 或是兄弟姐妹 那妳為什麼不覺得是天蠍 那妳為什麼不覺得是天蠍 感覺上 天秤跟天蠍的話 天秤好像會更 更peace一點 心裡面比較有一些 對於家有連結感 好像更強烈啦 天蠍感覺是 也需要 可是他們通常還是會 比較去闖 去拼 然後 把這件事情放心裡 用她的方式照顧的感覺 OK 我們來看這五個星座 是哪些呢 兄弟姐妹感情擦暴 第一個星座就是 金牛座 我同意 完全同意 對 我們剛剛居然沒想到金牛座 土象都被我們丟在旁邊了 金牛座 就算平常覺得兄弟姐妹不怎麼樣 但是緊要關頭 他就知道了 兄弟姐妹真的就是他最好的支柱 然後他自己本身也會成為兄弟姐妹很好的支柱 比如說類似 如果你立宿 金牛座一定會送你非常實用的東西 而且在金牛座心目中 誰都會背叛你 就只有家人不會背叛你 所以兄弟姐妹的感情一定是很黏著的 再下一個星座就是 雙子座 對 同意 有勢一起扛 有福一起下 我覺得雙子座它是非常能夠 大家一起共存共榮 而且你不要看雙子座平常這樣在外面晃來晃去 你要是出了什麼事情 唯一會照顧你的就是這個雙子座 它一定會借你錢 然後你如果受傷住院 它就是在床邊照顧你的那一個 再下一個星座是巨蟹座 謝謝大家 姐 爸媽 巨蟹座真的超愛家人 我覺得每一個家應該都要有一個巨蟹座 那做父母的養老有靠了 做家人的一生有靠了 而且我媽是巨蟹 我爸是金牛 就我們家只有兩個星座 然後我姐姐金牛我巨蟹 所以我們家只有兩個星座 覺得都要上榜了 對啊 你們不假外求 不會 自己成為一個小宇宙 其實家人感覺真的蠻好 好 炫青魔人 處處關心為家人付出 我同意耶 我覺得巨蟹座是會以家人為榮的 就是家人好我就開心 我也覺得很棒 好 再下一位還有兩位 天蠍座 謝謝 對嘛 我就問你說為什麼不是天蠍 我們在外面也會遇到好人 也會遇到壞人 老實說天蠍好的朋友 是真的非常的好 那兄弟姊妹也一樣 而且天蠍對兄弟姊妹的包容度 是對朋友沒有的 就是如果以某一種程度來說 你是朋友早就被我fire掉 但是因為你是我兄弟姊妹 我對你的包容就會變得很大 對 確實是 非常大 簡直是無限度 而且天蠍也是屬於 絕對是護衛自己人 外面的人如果欺負我家人 那你就給我試試看 天蠍在那一刻才發現 我挺愛我家人 前面都沒意識到 前面沒有意識 前面可能覺得他好急扯 他好討厭 可是沒有想到 一有人罵他的兄弟姊妹 他生氣的程度 自己就下一個 毛起來 好 再下一位 雙魚座 太陽上身雙魚有嗎 其實我覺得他們是蠻在乎兄弟姊妹的 他們跟兄弟姊妹的關係 既是兄弟姊妹也是最好的朋友 誰都取代不了 然後如果你太陽上身在雙魚 那你就會發現 他們對家人的感情是很願意犧牲奉獻的 雖然有時候他們會有一點負能量 可是很容易自動補胃 這也是真的 你需要幫忙 好 那我就是默默支援 默默支持 所以仔細想一想 家裡如果有 水象星座真的很不錯 巨蟹 天蟹 雙魚 那雙魚就是那個二話不說 假設你是創業的老闆 然後你很需要有一個員工是自己人 雙魚是最好的選擇 他是蠻願意under在你下面 當那個幕後推手或幕後英雄 好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說的 被守住很好的星座唷 請參考 因為我們今天講的是姊妹 你是我的姊妹 然後搭配這張照片真的很經典 怎麼了嗎 重現 怎麼樣 要順便嗎 我覺得 演這個角色真的很爽 真的蠻好 而且我終於有一部戲不用一直笑 好舒服喔 那你看著自己會想打嗎 我好想睡下去 我也希望觀眾看了也是覺得 前面恨得牙癢癢的 而且就是因為前面有恨得牙癢癢 後面才會爽 然後才會對這個角色有更多的同理 筋痕 對對對 或不捨 或者是那個反差就出來了 然後更多的感觸 歡迎大家收看喔 九月 七號 是的 星期六晚間八點在八大戲劇台 是的 然後我們在中華電信MOD 哈咪Video的影劇館 也看得到喔 就比電視台晚一個小時 九點播 每個禮拜六晚上 好棒喔 背得好好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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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歡迎大家收看 你是我的姊妹 然後也謝謝生活在他方 謝謝你們的餐點跟飲料 好 謝謝大家 航氣好台戲師 下禮拜見 拜拜 哈囉大家好 我是王子邱正義 我是梁振群 邀請大家來看我們的舞台劇 男言之隱 想知道在十二星座裡面 戀愛中隱藏的超能力嗎 九月二號到九月四號 請鎖定 Yahoo TV 唐啟陽談心事 Ya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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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oo